佛海无涯 天有涯 慈悲感恩 报佛恩 救度有缘 佛子情 一生无碍 不挂心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尊敬的各位嘉宾 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能够在马来西亚和大家见面 让我们再一次感恩到佛陀的加持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学佛必须广发菩提心 才能达到究竟圆满 把自己的慈悲 佛性启发出来 才能拥有圆满的智慧 当今社会 地震 海啸 泥石流 水灾 旱灾 饥荒 温雨 车祸 身体癌症 从各种频发的世界 菩萨 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世事无常 尤其在末法时期 只有修心 修出一颗谦卑慈悲的心 才能让我们自己躲过很多的天灾人祸呀 每天全世界 因为各种原因 死亡的人 每一天是一万八千人 我们每天在不知不觉中 心里承受着各种各样巨大的压力 怕自己的家庭 怕自己的单位 生意 怕自己碰到坏人和一切灾难 我们还承受着各种各样外界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全世界 因为害怕 恐惧 得忧郁症的人是三亿四千万 每一天 每一年自杀的人数是一百万 几乎每天自杀有三千人 所以 想要求心灵的解脱 首先就要学会善良 首先就要学会为别人着想 好好学博 慈悲 能够化解一切冤解 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讲 一善皆百灾 诗人与善 广众福田 诗人与恶 报应连连 所以 以善心处事为人 他会发大爱无疆 善会在他的生命和事业当中蔓延 所以 他的事业会顺利 他的身体会健康 记住了 心欢的人会有智慧的安静 心正的人 他拥有浩然正气的正大光明 现代人欲望太大 要了房子还要靠海边 有了小房子要大房子 住的都是为了得到利益 不停的执着 我一定要一定要 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某一个点上 一旦失去他 精神就会崩溃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根据香港报纸报道 股票一下子大跌 很多买股票的人疯了 自杀了 结果香港的精神病医院全部爆满 你们知道 那些医生是怎么来医治那些精神患者的吗 医生制作了一个很大型的股票的电子牌 把病人喜欢的股票全部放在上面 每一天让他们看 他所买的股票天天往上走 那些人天天看着自己的股票上涨就开心 医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愈他们的精神病的 所以因为我们把精神寄托在很多的自己希望能够解决的方面 一旦你失去了它 你就会精神崩溃 所以学博人 淡破名利 知足常乐 诚心学博 让人感受到 人间还有菩萨的再现 这个世界上 还有佛的存在 所以我们学博做人 记住 让别人快乐 那是慈悲 让自己快乐 那叫智慧 じゃあ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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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有 没 有 没 印 谢谢观看